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好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的第七点 就是要怎样导致失败的原因 也就在这个思考自负 这个拿破仑西尔呢 这个作者在这一篇提到的第七点 为什么会导致失败的原因呢 这就是童年的时期不良环境的影响 OK 他这边所提到的是童年时代 你小时候 你的儿童时期 你的环境造就你的现在 这个是现在很多心理学家都常提到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常常很多人 就是因为小时候过得不幸福啊 或者一些阴影啊 会造成你长大之后 也带着那一份东西而成长 那个创伤而成长 这样子你就变成那样子的人 甚至有很多大家发现到很多的犯罪者 是等等因为他有很不好的童年 甚至有很多那些有问题的青少年啊 犯罪倾向的人啊 等等等等的 他在童年时期呢 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少年 或者是问题儿童的问题 也就可能从小在家里被虐待啊 或者交友不慎啊 跟住一些有不好的榜样学习 所以他长大之后就变成那样子的人 这个是已经很多很多的case 很多很多的案件都是等等都是这样子成立的 我们不要说这么远 我们不要说到犯罪 我们说比较近期一些的 就好像你从小呢 就被爸妈妈灌输 你是一个比较笨小孩 你是一个蠢猪 还是这样骂你 你从小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蠢人 自己是一个蠢猪 自己是一个笨小孩的时候 你就很自卑 你就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正面的想法 你就永远都认为我考试 比如说你去考试 考不好是正常的 因为你是蠢的 你是猪啊 因为他们在灌输你的定义在这边 假设今天他来灌输你的定义是 你很好啊 你有进步一分 很好啊 你是天选之人啊 你很厉害啊 你在某方面的潜能很强大啊 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的想法就变成是 这个东西我考得好 是正常的 因为我是一个臭面的小孩 我考不好 这样就奇怪 为什么我考不好 一定是有something wrong的 因为那个伞里有出问题 我要去找出来这个问题 去解决哈 然后我们监视一个 从小被骂笨的人呢 你从小就已经被灌输了 你自己是个笨的话 你会自己找个借口逃脱啊 我是一个笨的吗 我笨的话 我考不好是正常的吗 我考得好才奇怪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童年的阴影 童年的环境 会造就你们 会造就我们 任何人 成为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的 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它是其中的原因 有些人可以用后天的努力而改变 所以呢 大家要认清楚 你这个问题所在在哪里 想办法去改变它 这是第七点 第八点呢 是拖延症 拖延也是一个失败 非常普遍的原因之一啦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多少少都有一些拖延症 它可以破坏一个人的成功的机会 因为很多人在想 我应该要这样子做 应该要这样做 这样做 想了很久 可能想了几年 想了十年 想了二十年 想到他退休了 他都还没行动啊 拖延症是会造 可能是一个造成你失败的原因 没有办法 让你成功 因为你一直在等待 那个适当的时机 什么是适当的时机呢 没有人知道 你自己也不知道 倒不如你先踏出那第一步嘛 去试试看 去做看看嘛 在这之中 你可能会找到更好的用具 更好的知识进来 更好的experience 更好的经验 你就会去进步 可以改变自己 所以不要再拖延下去了 继续的往前冲吧 先冲出去再说 冲了不对 我们再回来嘛 最多只是 失败罢了嘛 什么大不了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嘛 你不用怕失败 先冲出去再说吧 好 第九点呢 是缺乏意志力 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缺乏的一件事情 甚至包括我自己本身都会有 都稍微这些问题所在 因为你意志力不够坚定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呢 你就会不小心的放弃 因为人的心里 总会逃避很难做的事情 总会想选择容易做的事情去做嘛 所以你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呢 你就会逃避那个困难的事情 而去保虚做简单的事情 这是人的心里 人的脑里面的一个可能一个危机意识 他就要尽量避免你去做一些 比较危险性的事情 而留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现在拖到我们现在的时代呢 他就变成是你一个 你意志不够坚定的时候 你就是逃离你自己的那个问题所在 你在逃避 你一直不去面对它 你就很难的去成功啊 你问题不解决嘛 你怎样会成功呢 所以呢 这个意志力呢 是不可取代的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意志力 当作作用名奉行到底 这样子你会发现 在你身上的惰性呢 才会消失 因此可以说呢 失败呢 是无法对抗意志力的 大家试试看吧 加强你的意志力 专注你要解决的问题 专注你所做的专业 提高你意志力 突破你的瓶颈吧 好 下一个呢 第十点呢 是悲观消极 悲观消极的个性呢 将会让你呢 把别人距离千里之外 你根本就是看到一个很悲观的人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想打理他嘛 你觉得这个人太过 太过闹了 太过低沉了 低气啊 你在他身边 你很不自在啊 这样子你就会 把你所有的希望 把你所有的那些 成功的机会啊 都把它推到千里之外去了 任何人都不敢靠近你 你怎样会成功呢 除此之外 你悲观消极呢 不只让其他人有影响 让你自己有影响啊 你很悲观 你很消极的话呢 你就潜意识里面 都会造成自己是一个悲观 是一个消极 做任何事情呢 都只看到不好那一面的人 这样子 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 大家有没有听过 富者更富 贫者更贫 那是因为呢 富人的思维 它里面提出来的东西 其实我永远是有钱人 还用有钱人的思想去思考 而不是用一个穷人的思考去思考啊 所以他就不会变成穷人的那个样子 而穷人为什么永远在贫穷线以下呢 所以他们一直用穷人的思维 他们一直在想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这样子 当然了 你潜意识里面一直告诉自己的脑里面 你是一个穷人啊 你潜意识里面一直告诉 你潜意识你是一个不行啊 你是一个倒霉鬼啊 这样他当然的就把不好的事情 吸引到你身边来啊 让你成立你自己成为一个倒霉的人啊 这样你才会觉得 啊对 我就是个倒霉的人 我才会遇到倒霉事 遇到好事 你反而就会怀疑咧 所以悲观消极 也是一个很重要要改变的事情 大家只要积极向上 或者是中你开朗一些的心情 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他好的一面 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 大家可以用利益分析 但是是 你不要每天都存在 这个悲观的情绪里面 这样子你很难走出来 你这样子你很难会 变成一个好运的人 或者是 变成一个成功的人 因为这个失败的人 永远在想着失败的原因 一个失败的人 永远在想着自己 为什么这么衰 为什么这么倒霉 而成功的人是从来 不会想自己这么衰吧 只会在想 他也只会觉得自己这么好运 为什么好运会来到他身边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可能就是一种 吸引立法则 它吸引了成功来到他身边 而贫穷而倒霉的人 就吸引了倒霉 悲观 消极 全部吸引到自己身边 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 也就分享的这四点 第五点好像来不及的时间 有点短 急促了 好 我们就分享了这四点 我们下一期继续的分享下去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的订阅 继续的收听 继续的分享 随点新门好友 也别忘了 可以在我的粉丝上 在FB 再见 拜拜